那這個還有其他人認為說這City傳播鏈 你認為還會有下一波嗎 我覺得現在好幾波了 因為你看喔 City在尾牙這天實在是遺傳太多了 理論上那一天到現場 帶著病毒去的其實因為應該就是那位行員 那位幫他開戶的行員 那可是其他的人包括了聯邦銀行 所有其他的人還有現場用餐的人 還有City的服務員等等 全部都是應該是從那天開始才被傳染 因為這個大家仔細去看一下前伏期 看他發病的日期大概就是這樣 很多人集中在尾牙後的三天 1月10號前後開始發病 因為看一下聯邦銀行你看不同樓層 然後大家都去過這個尾牙宴 你假如是回去才慢慢一傳一 大概那個發病的日期不會那麼整齊 所以我覺得尾牙這個事件 我們不針對人 我覺得它是一個超級傳播事件 那所以應該要很好釐清 我覺得還會繼續有案例 撈出來是意料之內的事情 像這次City案來講啊 第一次被宣布的公佈的案號來講 就有兩個是未滿五歲的小朋友 對那這個Omicron 是不是對這個小朋友來講 威脅性更大 那個小朋友住院的比例 絕對值上升這件事 在美國跟英國現在都看到了 特別是五歲以下 大家知道五歲以下 現在是沒有疫苗可以打的 美國的兒童已經開打了 那可是以整體青少年兒童來說 這一次Omicron 大家普遍的被感染 那比較擔心的是五歲以下的住院率 似乎有上升一些 那所以英國初步的一個基礎的研究 就是說跟大人一樣也去做 相對於Delta來說 到底得到之後住院的比例有沒有比較高 我們都知道大人大概是有弱化的現象 大概住院的機率只有剩下三分之一 那英國做了同樣的 針對青少年跟兒童的研究 大概會小到一半左右 也是比Delta弱了一些 那可是現在為什麼會看到 絕對這些兒童住院人數上升 是因為他分母實在太大了 太多人感染了 所以雖然你比較少人需要住院 可是你還是看到分子層出來 這個兒童特別是五歲以下住院的人數上升 那後續他們到底會不會造成 比較多的重症跟死亡 這可能還要看後續的研究 目前不是很確定 幫好多題 幫中士提問 中士說這一次Omicron家長確診的話 學校預防性停課一天 你認為這一天夠嗎 這個其實很難回答 因為我們現在就等於是超前部署 第二層的接觸者 我們會多掀框一層 然後這層假如是涉及學校 我們就預防性停課一天 然後等到前面的人陰性了 那再恢復 可是這件事情不是萬無一失的 我們之前已經看到了 就是那位計程車司機 那個我忽然卡住了 那是哪裡 那是 不是 好 我知道了 是那個歌友會 那邊有一個家屬是計程車司機 然後那邊 那邊有一個第二層的接觸者 他也是一踩 沒事 然後他就回去自主健康管理 瓦城的廚師 可是後來 隨著他的第一層接觸者 那個確診 他也同時有症狀 所以他自主健康管理 還是有到瓦城上班 所以這樣子的匡列方式 不是萬無一失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那個這個病是有潛伏期的 他可以短 他可以短到一兩天 平均是三天 可是他一樣還是可以長 大家不要忘記 他還是可以長到六七天 七八天 是沒問題的 那所以假如我們遇到了一個 潛伏期特別長的人 這樣的第二層匡列 就可能會出現漏洞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我們現在看到第一個 是最早發生的地方 南非很明顯已經在下降 來的快去的快 他們大概三十天就到高峰 也大概花了三十天下來 這是很好的消息 那另外英國 特別是最早倫敦那邊 也看到有在下降的跡象 那這個週末美國同樣 美國特別是最早進入 流行的東北邊 像紐約那邊 也如同英國看到 這個確診數慢慢在下降 當然最後會怎麼收尾 我們還不是很確定 因為同時也看到住院還在上升 那有一些美國的地方 重症死亡在上升 那英國的死亡也稍稍往上了 那所以整體來說 大家大概會判斷這個 因為傳染力實在太高了 他一進去之後 他很快的大概把該傳的人 都傳過一遍之後 他就開始走下坡了 所以這其實也算是好消息 你就是忍耐過那個最重要的流行的時刻 其實應該就會往好的方向走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還可以 可能稱之為不一定是壞消息的是 我們都在說他潛伏期變短 那很多國家像日本最近也因為觀察到 他的潛伏期變得平均大概只有2.9天 所以因此他們反而是縮減了 隔離的日期 像境外移入原來我們要隔離14天 那跟我們一樣 那可是他們現在縮到10天 那密切接觸者也一樣 你就隔離10天就好 這是基於最新的科學觀察 所以我其實前幾天 有跟羅副討論到這一點 羅副星期五也跟大家報告說 我們目前境外移入278個Omicron 都可以在7天內抓到 沒有人是回家之後才抓到的 就是7天內隔離離開這個檢疫所之前 我們做了好幾次的PCR跟快篩 都可以撈得到 證實它潛伏期是有變短 那對於我們如果撐過這一波之後 撐過這一波的冬天的境外移入 還是守下來之後 我們未來要考慮邊境管控 也許針對Omicron是可以把它說到7天左右 而不是原本的14天 我相信對這個恢復一定的國際交流 大概會有幫助 我們其實從來目標就不是清零 即使在去年五月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進入本土感染 然後後來終於比較控制之後 可是我們在沒有完全清零之前 我們已經在開放了 慢慢降回二級 然後很多場域開始開放 開始內用 你回頭看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社區都不是零 所以其實我們的目標 從來都不是希望追求清零 只是後來我們做得很好 我們盡量做盡量撈 把所有確診者傳播鏈都撈出來 似乎我們最近幾個月 有達到幾乎真的是清零的狀態 可是我覺得阿中只是提醒大家 這個病毒真的傳染力很高 所以我們其實沒有一定要走向清零 我們才能往下走 其實現在就只是盡量擋 能做的事情盡量做 能做到清零我們會很高興 可是即使不是清零 我覺得還是 這等於是一種與病毒共存的概念 而且你要知道其實病毒變了 這個病毒已經不是去年那個敵人 這個病毒本身有一定的弱化 可是它傳染力更高 你可能更難用傳統疫調的方式 把它擋下來 那另外我們也變了 我們至少已經超過七成的人 兩劑疫苗都打了 所以多半人雖然染疫 應該重症的比例也不會太高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不追求零風險 其實一直都是這樣 那到現在Omicron的年代的話 應該是更有條件 或是不得不一定要走向與病毒共存的現況 我相信City這邊應該還有蠻多 我不知道多少 我們還沒有撈出來的確診 因為大家要知道尾牙是發生在1月7號 離現在其實已經一陣子了 那它潛伏期那麼短 然後它大概有一半是無症狀的 所以它搞不好其實已經往外傳 好幾次傳播鏈了 只是我們根本沒有抓到它也不一定 那所以我覺得現在桃園就是很辛苦 盡量抓盡量抓 假如可以還是把它控制下來 那當然大家都很高興 可是萬一真的沒有辦法控制下來 它下一步進到了社區比較大的傳染的話 我覺得大家也不需要太驚慌 你看一下全世界都擋不住Omicron 幾乎都進社區 大家可以看到這半個月左右的韓國跟新加坡 雖然Omicron進社區 他們其實控制的也還不錯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過恐慌 總之就是照防疫新生活的標準來進行防疫 疫苗都要打上 真的感染你也不會容易重症 這樣子就不用太緊張應對這個疫情 好多一對 好多一對 感谢观看